哈囉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Louttoautoman 今天我們玩這款遊戲就是我們的飢餓龍啦 今天呢,為什麼會回來 沒有錯,就是我們飢餓龍更新了,都有了一隻新的龍 給各位看一下 新的龍叫做冰龍 這隻冰龍呢,看起來還蠻帥氣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樣子呢 讓我想到 最原始的那一隻,有沒有像啊? 最原始的那隻在哪裡? 有點像這一隻 也有點像這一隻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呢,整體看起來還蠻帥氣的就是啊 我看一下他的說明喔 雄偉的冰龍生批寒冰外甲 然後呢,使用衝刺來冰凍敵人 然後呢,你會看到他強化五階的時候呢 可以用一個強化冰盾喔 然後 15階第15等的時候,可以增加冰凍的半徑 25等之後,可以使一些冰凍的敵人爆炸 這就是他的三個特殊技能 三個特殊能力 還蠻帥的 然後呢,這一隻的話 目前為止 我好像看他原價好像是賣280顆紫色寶石 再加一點點的金色蛋殼吧 我忘記了,我是直接用台幣買 因為那時候更新進來的時候啊 他是多了一個特價優惠喔 450塊台幣 450塊台幣 加兩顆 加200個金色蛋殼 可以買這隻龍 然後老頭就這樣 錢給他丟下去了 就買了這樣子 好吧,沒關係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 阿菲奧布勒說 我們現在呢 來準備開始 來看一下這隻龍的效果如何 他現在是三個技能都還未被解放的狀態之下 我們來體驗看看 烈夜奔騰燒燃燒時間 再來就是暈眩大師 隨便裝啦 隨便隨便 來吧 我們來開始看看 不過很可惜的是 他的地圖依舊是沒有更新太多啊 依舊是沒有更新太多 欸你看各位 我在飛的時候他居然周圍的敵人馬上被冰凍 然後會爆炸 爆炸是 爆炸是有那個啦 有那個特殊 那個第三個技能的效果才算有爆炸 然後忘記關臉書了 該死了 打剛都忘記關臉書 好繼續 飛老舊村莊 欸那這樣子的話這隻跟電龍有的比欸 因為電龍他也是屬於那種 範圍性傷害一段擴增的那一種 而且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右上角有護盾喔 而且我只要冰凍這些龍 冰凍這些怪 然後呢 吃那個冰塊我可以增加護盾值欸 有沒有護盾在增加 欸雖說我這隻血很少但護盾很高 但是就是說如果護盾沒了基本上就是GG了啦 基本上護盾沒就是GG了這樣子 對啊如果這隻練滿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會跟電龍一樣強 真的因為他那個範圍傷害非常的廣闊 非常的廣 還有護盾沒了欸 然後護盾沒了開始扣血喔 欸其實我還蠻好奇一件事情的欸 他這個護盾是會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消耗嘛 如果你不去給他吃冰塊的話 我剛剛是沒有注意看啦 我剛剛 在專注別的事情 目前為止還沒辦法確實 而且他的烈焰奔騰怎麼感覺很難使用的樣子啊 為什麼我覺得他的烈焰奔騰死不太出來啊 加好慢喔 搞不好的烈焰奔騰是土一大堆冰塊有沒有 那這隻這隻龍的話就要去搭配很多那種關於烈焰奔騰增加的那個 寵物 可以拿烈焰奔騰效果最大化 對啊你看就沒有啊 為什麼 加那麼慢 怎麼會這樣子 這也加太慢了吧 欸我快餓死啦 我要想趕快發動看看喔 撐著點撐著點 這邊這邊的敵人很多可以吃 啊我知道了 如果用冰凍的狀態之下把它變成冰塊的話 是不會加烈焰奔騰屬性的 就是你發那個冰凍波啊 發出來之後呢 是會讓他們冰凍吃的時候會加冰凍能力 會加冰凍的那個條啦 啊這樣變成是說我不能 時常常住一直按著衝刺欸 因為我早一衝刺它冰凍就會放出來 這樣有點不太方便 我是這麼覺得啊 欸就快成功了各位 可是我覺得我快死了 啊 算了 我要復活一下 哈哈哈哈 懶得重來了 快點快點 你們這些小淘氣 讓我放一下會死 我只想看一下放出來會長什麼樣子而已 不要這麼的吝嗇嘛好不好 喔有了 其實也差不多啊 啊就只是 就只是顏色變成青色這樣子啊 變成藍色變成淡藍色這樣子 哇這玩法又不太一樣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玩法遠比那個 彈跳龍還要好太多啦 我怎麼認為 我覺得他比彈跳龍好太多 因為彈跳龍是有點不受控啊 但這個明明想想還能控制 我看我看消一大堆冰塊 吃到垃圾了 啲爍 阿毒阿烏阿烏啊烏 阿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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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啊 這可以變冰塊嗎 好像不行 哎這隻好難打啊 撞 完了又被發了 欸沒有 啊死去好不復活了 林伯不復活怎樣 笑死 沒關係我們來強化一下 看一下這傢伙最需要的應該就是速度了吧我認為啦 我們先刻意升到M好了 好不好我們先刻意升到M 來看看解鎖這個 那個 雙動護甲 有 強化冰盾 OK M屬性 不是M屬性啦 M大小 我沒有M大小來打他看好了 有點大隻喔 你那個護盾值變好長喔是我錯覺了 體型變大好像相對有增加的樣子 有了M之後呢都一切都變得比較好客了 又有點移動速度 烈石的能力又大幅提升 相對烈石能力大幅提升了起來 但是我發現了鬼魂不能冰 那些鬼魂是不能冰的 他這個強化護盾應該就是加強被 受到了傷害吧我是這麼覺得 並沒有什麼太多多餘的一些效果 單純就是增加護盾上護盾的承受力 我會這麼覺得啊 而且啊 我剛剛後來看了一下喔 也發現並不是所謂的不移動 不是不移動不吃不吃冰塊就不會增加 增加護盾 而是靠那個下面的那個冰凍吧 我這樣講應該沒有錯吧 幹我死掉啦 我的天啊 那不行再一局 再一局再一局再一局 沒鬆 衝啊 剛剛 太大意了沒有注意啊 我們這次小心一點點 小心一點點 什麼叫小心一點點 只有小心那麼一點點 但是我還是被炸了我的天啊 直接炸彈不能克戰好討厭喔 要不要把他撞死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把 巨人給撞死 這個巨人有點強 喔有了解決掉了 巨人殺手 我們現在到哥布林了 而且他周圍那些什麼 寶劍頭盔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現在才看到耶 任務道具嗎 難不成是任務道具 不知道 沒關係 我的Ice Tide 可以讓他們永遠長眠 想來看一下我的Ice Tide嗎 我完了護盾直接消掉一整 不是一整半 我的護盾是全部消掉了 我要重新建立護盾了 你看這個 這什麼東西啊 我不知道我就把他吃掉了 黃金船 黃金船喔 很可惜不能增加護盾 OMG 往這裡飛看看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秘密地區 因為上次我們在路的時候 我們上一集就找到新的秘密地區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就是了 我發現現在護盾沒辦法再提升了耶 我明明就把他們冰凍 明明就把他冰起來 烈烈奔騰囉 水啦 我這樣就有增加 我這樣增加是最快是吧 那個護盾好難再度產生喔 知道為什麼 明明就把他們變冰塊了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算了 繼續衝就對了 有冰塊就吃就對了 這一局撐好久 這一局撐好久 冰凍霸主 為什麼我游下去我沒有 我沒有讓 我沒有讓這個 冰河直接冰 這些河流直接變冰河 應該可以應用我的冰凍能力啊 這邊撞開了 然後到下一個區 冰好冰滿 這邊是哥布林的工廠的樣子 衝啊 冰死你們 大型機器人 大型機器人 挑 他菜給我尻下去好險 他剛是撞到我啦 他這機器人好難搞 結束 我都把這種大型機器人打掉他 三個那個冰洞啊 護盾冰洞跟生命都會增加 一個大補鐵的概念啊 哥布林隧道 這是很久以前就來過的地方 有什麼東西 哇靠 發生什麼事了 裡面還有人質耶 剛剛吃到辣椒了 爽 還有嗎 再來呀 要吃到豬 很棒 越來越上手了 這個地方我還是目前沒辦法通過 官方還不做更新地圖的動作 完全沒有想要更新的意思吧 增加新的龍來練才 專挑像我這種人 把錢砸了下去 我 燒死你們 衝啊 好燒好燒 太燒了太燒了 我怎麼感覺我在這邊沒有什麼所謂的勁敵啊 完全就是我主宰耶 我幫他們冰珠就飽啦 有沒有我已經賺到了18萬9了 然後那個倒數計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還有4分鐘的倒數計時怎麼會這麼久啊 那搞的我有點想離開這裡了 這裡真無趣 啊有啦那個 我們的生命開始在掉了不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我一直一直碰 啊我死了 抱歉不好意思 我一直撞到邊邊 消耗的生命 太太快了 我要死了 啊我又吃到那個 好再見 各位 救命 快吃啊 快多吃一點 對就是 死去 哈哈哈 好吧 算了就這樣結束了 今天試玩喔 就是玩一下這隻冰龍帶長什麼樣子 那麼下一集呢老頭會以他的最終形態來 來現身 下一集老頭會用最終形態來現身喔 讓各位知道他最終形態的能力到底有沒有 宛如電龍般的強大呢 喔就是電龍已經他媽的夠強了 不知道這一隻 會不會有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會展示他的增加冰凍半徑 以及他的這個冰凍敵人爆炸 這個應該是非常好用喔 因為 我們剛剛可以看見這個 在冰凍敵人的時候 一堆冰塊嘛 那可以讓他爆炸的話 相對的可以增加一個 很大量的範圍傷害喔 喔那這樣清怪速度應該一流 然後應該也不容易餓死吧 好吧 OK我們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小塊下方的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飢餓龍再見面啦 掰掰 好 好